透過玩桌遊 民眾化身媒體業老闆 如何經營產業與管理媒體成為當前問題 中家寬平和台師大攜手舉辦的桌遊競賽 期盼透過遊戲讓民眾從而了解媒體素養 這個桌遊是可以透過扮演媒體的角色 那去讓民眾去思考說 其實我在看一則媒體的時候 其實媒體可能會用什麼樣子的方式來操作 為了提升他們的收視率 提升他們的點閱率等等 那透過這樣子的過程中 民眾可能在接收訊息的時候就會想到說 我看了這一則訊息 它有可能背後是什麼樣的原因 造成記者這樣抱它 媒體這樣子去操作它 那在這個過程中就可以提升說 你收到一則訊息不要只是盲目的接收 可以多去思考一下這樣子 活動現場讓玩家帶上VR 成為查核記者 在虛擬世界中探索圖片的蛛絲馬跡 還有專題演講 探討人工智慧對社會影響 此外 中佳也和台市大舉辦多場媒體素養講座 研習工作坊 落實媒體素養教育 在整個台灣現在的媒體真的是越來越多元 然後也因為它的多元 所以造就我們這些相關的一些媒體的 我想當然大家都有聽過什麼假訊息啊 假新聞啊 或說一些相關的一個媒體制度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所以台市大大傳所這邊其實非常非常注重這樣子的一個媒體素養的教育 所以我們在這幾年 甚至在今年其實我們就辦了相關的一些影片的製作的工作坊 另外呢 我們還有所謂的桌遊 還有一些相關的媒體素養的一些活動 然後我覺得雖然雖然說很辛苦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努力 讓我們很多的成員 甚至是這些相關的一個影片的製作 我們也在一些我們現在的公用頻道上面 甚至是我們的一個影片的相關的播放平台上面播出 呃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義 那目前也因為公用頻道的資源都是我們在南北各辦了兩場的工作坊 那總共產出了五十幾部的影片 這大概就是今年整個的 那參與的總共大概有五千個人次 我們希望明年繼續努力 那今年比較一個 另外一個看人突然少了 就是因為所有的桌遊三十幾位朋友現在在那邊比桌遊 所以我們希望 桌遊是我們過去兩年的一個計畫成果 但是今年又很多人說 很多人說要開始玩狼人殺啦 劇本殺啦 如果現在年輕人可能知道 我們今天努力看看 那助理希望說開始跟AR VR做結合 我們發展一些虛擬實境的一些遊戲 那我想從遊戲中 就像我們今天的主要的一個主題 所以在這邊顯示 我們就是說玩桌遊 學素養 那比較特別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我們桌遊 大概線上現在已經超過五十次了 我們甚至有來自印尼 馬來西亞 香港的學校的申請 那我們助理會會還利用他回家休假的時候 到大馬去教學校的老師怎麼玩桌遊 那我們也很高興有很多大學的一些夥伴 來自我們的新聞系 或相關的一些科系 一起來參與 那我們就是從我們師大出發 用產業的支持 我們到各個大學的資源的結合 讓我們培養一些大學生 他們能夠擔任我們的隊伍 但在隊伍的過程裡面 他就知道我們的理念 然後共同來推動一些 我們素養媒體相關的一些教育活動 那就像剛才那個 我們陳教提到的一件事情 現在孩子們的學期 跟我們以前不太一樣 我們以前的學期 就是老實講 我們就很容易用文字 或者是很簡單的圖表去理解 現在大部分的孩子 學習比較實覺法 所以多有這樣的導入 其實是讓我們孩子多一點的 不同的一些媒體 我們講的不同的管道 讓他們去理解 媒體其實他的呈現方式 越來越多元 包括未來可能我們有元宇宙這樣的東西 產生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沉浸在一個 ARVR之中了 不再是說 我們要戴個眼鏡 也許未來我們不用戴眼鏡我們整個人 就用一個虛擬的身份 在一個虛擬的空間裡面 跟別人交流 所以這未來這麼多的想像 我們對於所謂的媒體素養的醜心滴地 也可能是我們未來的課題 所以我們希望中家數位有限國資 繼續支持我們 那真的是做了好多年 然後也重視公民禁用 公共禁用這樣的理念 然後付出實踐 那做了很多年 那只是說 這兩年 因為中家集團的補助 那所以真的是做的有聲有色 中家的確從108年開始 我們把媒體素養設定為 我們這個社會責任很重要的一環 那中家集團旗下有12家的有線電視系統 其實我覺得在這 從108年到現在112年 5年了 所以媒體素養這件事情 變得越來越難懂 還要與時俱進 那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非常感謝這個秉文老師 那因為台市大 其實每一年 我們他都會提案 而且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創新 那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那剛剛NCC委員這邊 其實也給我們很大的期許 不要說交付款 其實我們是很高興 你指引我們明燈 所以我們就繼續朝這個方向走 為了鼓勵媒體素養教學 在各地扎根 中家寬評109年 就和台市大合作 舉辦超過50場相關活動 提供多元的教學課程 同時也推廣公用頻道媒體 禁用信 喚起大眾關注議題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三 二 二 二 三 二 一 二 二 三 二 三 二 二